歡迎收看毀滅公爵3D第三能度全秘密公園視頻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四章節第五關 但是這個因為它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詞 所以說我要重新再過一下上一關 這樣的話才能聽到 這關叫Pickstyle 還說I am back 大家如果看過終結者的話 就知道這句是終結者很有名的台詞了 首先一開始會有一輛車衝到警察局裡面 那我們就先等它爆炸爆完再說 不然的話衝過去呢 我們會受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傷害 然後呢會有幾個野豬警察坦克 然後第一個秘密地點呢實在是在這個上面 但是它的意思呢應該是讓你最後再拿的 那我們先進去了 這關呢非常多的 準確來說這關大部分的組成都是野豬警察 還有這個執行者 所以說這關的那個槍呢還是比較充足的 這個地方呢可以這樣 那是不是聽到炸死人了啊 我們就需要這個效果 然後進來 用過的盔甲謝謝 因為下一關非常的難了 所以說盡可能要保持蠻子彈 這個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個是第二個秘密地點 當然我們現在還不會過來撿這個東西 走我們先走這一邊 這個往左往右都可以 我們先走左邊就是這個地方 之前扔下那個炸彈啊 把人炸死的就是這麼一個地方啊 所以說我強烈建議這樣做 然後呢這邊兩個門 我們先開右邊這個門 嗯 用過的盔甲 這個是一個審訊室 可以看到對面呢有一些東西 第三個秘密地點在這 也是一個原子血量 但是我們還是最後再回來撿吧 好了啊然後 我們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撿到這個 這關很多對其他電影的一些致敬 但是我因為沒有看過那些電影 我不一定懂 這個是比較郁悶的事情 好了現在唯一的一個門就是這個門了 所以我們走這個門 這個好像是在那個DieHard裡面的 DieHard叫什麼來著 這個中文叫什麼來著 我沒看過這個電影 知道的可以幫我留言糾正一下 順便呢這些人呢 這些警察局通緝的人呢 全部都是這個毀滅公爵製作組的人 這關呢 給了很多限彈槍的子彈 還有那個 那個叫做 機關槍的子彈 所以說是很好的補充 補充這兩個槍子彈的時候 也是很好的補充其他槍子彈的時候 注意這裡有一個 然後呢這個地方 看了之後呢叫你Duck Duck的意思呢是蹲下 在英文裡面 據說後面會刷一個突擊指揮官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裡不會 反正這個情況我就搞不懂了 據說這個 這個鴨子的意思就是這樣 反正我這邊解決不了 在剛才這個地方拿到藍色鑰匙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長得很像這個斯瓦辛格的人 其實我覺得 據說是這個致敬斯瓦辛格 但是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就長成這個樣子呢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知道我什麼意思了 這個地方就會刷一個這個坦克 我記得好像還會刷一個 野豬警察不過好像沒有 那就算了 然後我們走這邊這個門 原本這個門呢也是需要這個鑰匙打開 現在我們就打開了之後 順便就把這個門打開了 這個到底是什麼電影呢 我還是不太清楚 第四個秘密地點在這 這裡下來呢有一個行刑的地方 然後這裡面呢有非常多的機關槍 到時候我們再回來撿吧 現在我們 據說這個地方也是有參照的 但是我好像這個出發不了 我不管他了 現在沒有地方可以走了 是這一關比較那個 讓你鬱悶的一個地方 實際上呢我們要走的路呢 是在這個地方 你以為這個地方完了嗎 實際上在這個監牢裡面 我們要去的是這個地方 既然這麼多機關槍子彈 我就不妨用一下好了 鬼別炮的子彈好像這一關有給 但是給的不是很多 所以說 這裡呢我建議用這個RPG來打 因為RPG的子彈這一關給的很多 用炸彈的話不是說不行 只是說總覺得好像有點浪費 好吧這個地方打開 注意在這裡用火箭的話呢一定要小心一點 原因是這個軟地怪如果爬到你臉上的話 你用火箭會把自己炸死 因此 用的時候離他們遠一點 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飛行器 我們最後再回來拿 這個地方我都忘了 是打完之後呢 打完裡面之後呢 他會刷新兩個這個野豬警察 所以說千萬別漏了他們 好現在紅色鑰匙卡呢 是這個門 準備好刷小槍 裡面呢有一個突擊指揮官 這裡還有擴張槍的子彈呢是 這個算了吧 最後可以用用 然後這裡打開呢是 按說是最後一個秘密地點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那個 沒有把其他的秘密地點標記 那到時候再去 這個是 這個人看起來呢 這個警察局局長呢 好像是很希望這個毀滅公爵要死掉 然後呢我們拿到這個 紅色黃色鑰匙卡之後呢 我們的目標在這邊 打開這個門 然後這個最終這個法庭裡面呢 是最可怕的區域 所以說一定要小心點 可以看到這個法官呢 是一個迷你戰爭領主 他來了 謝謝 謝謝你的合作 他要是不出來的話會很麻煩啊 這些 參與這個聽證呢 都是一些怪物 看到他這個動作我就知道他什麼意思了 但是 還是趕緊躲 其實我感覺我虧了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呢 是可以用這個RPG的 卻沒有用RPG 順便提議一下呢 這裡 我不會讀啊 反正這個 E... Puribus 大概是這樣讀吧 本來呢 這個是美國的那個國標 然後 它的意思呢 是說 從很多個州 然後合成一個州 因為美國五十個州嘛 它就合成一個大國家 然後這裡呢 卻寫著 Puribus 然後下面寫著 Nookum 就是說很多個... 很多個世界 不是很多個州 最後合成的是一個公爵 可以看到這個公爵的中... 在這個遊戲裡面的中心作用啊 打開這個按鈕 然後 那邊會打開 我們過去之後呢 會... 欸? 為什麼沒有打開? 這個呢 就是已經是出口了 奇怪了 這個地方應該會打開了呀 還是說打開這個的時候打開... 也沒有 這個呢 是秘密出口 到達下一關的地方 下一關非常的難 終於... 終於開了 我就說這個地方肯定會打開的 不可能不打開 這次呢 我是少有的直接把你們這個... 日掉算了 可以看到這裡還有這個原子血量 這關原子血量也會給的挺多的 所以說也不用太擔心 好了現在這個... 就是回去標記這個秘密地點 並且是把這個子彈拿滿的時候 首先呢 我們要... 要做的是這個最外面的這個 這個地方呢... 飛上來看到這裡有一個字嘛 飛進來啊 這裡是一個假槍 可以看到這裡又給了這個... 又給了這個擴張槍的子彈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用擴張槍 感覺有點浪費 好了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我之前打開的第二個秘密地點 然後... 子彈推甲 不要走這個蒸氣的位置 這個蒸氣的位置會掉血 然後還記得這裡有一個秘密地點 是吧 打開這個 好了 那應該是把所有秘密地點標記完了 然後把這個拿到手 呃... 機關槍是在那個上面 機關槍子彈在這 這個... 這個... 這個血量... 這個血量多到拿不了了 呃... 比較郁門這個... 限彈槍子彈居然沒滿 這裡還有一把RPG 有興趣可以進來拿 真的沒有限彈槍子彈了嗎 因為我覺得下一關 也是要大量使用的這個... 槍 所以說想他滿 是比較正常的 好吧 沒有我也沒有辦法 一開始這個地方沒有了嗎 再看一眼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把握好 這次是這個所有武器 滿子彈的機會 居然我沒有把握好 讓這個子彈沒滿成功 所以順便這個地方呢 可以打掉然後... 炸出一條路 通往這個開始的地方 喜歡可以去打 我這邊就懶得打了 我最後再看一眼 這個最後的那個房間裡面 有很多機關槍的子彈 所以說我這次確實沒把握好 好 那就這樣了 看清楚啊 東西都標記完了沒有 還標記完了 不管 我是不是忘記保存了 罷了 下一關這個沒有開場台詞 所以說沒有問題 好 這一關 五個秘密地點 70個敵人並不算多 對於上... 對比起上一關來說 這個敵人數量就有一半 所以說 這個比上一關要... 比起來要輕鬆很多 這一關呢 很多的東西都是向電影致敬 所以說如果你 你平常不看美國電影的話 可能你是不會明白 他是說什麼東西 就像我一樣 因為我很多電影都不看 我發現這個第四章節呢 確實很多東西 都是向電影致敬 像這個第一... 第一關就是一個很明顯 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說 如果你看得出來 他是對電影的什麼致敬的話呢 你會覺得 這些惡搞或者哭手 還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又看不出來 這一關最難的地方呢 就是最後的那個法庭裡面 有這個迷你戰爭領主 並且有兩個保衛者 其實這一關的保衛者 並不是很多 所以說 那你覺得難度 對比起上一關來說 是一個很明顯的降低 無論是敵人數量啊 戰爭... 迷你戰爭領主的數量啊 還是這個保衛者的數量 都是... 跟上一關是沒有辦法比的 好 那麼 我們下一次見面的是 第四章節唯一的秘密關 叫做... 五十一區 不是十一區啊 好 那麼我們下次視頻再見了 我們這支視頻就到這裡 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收看